等的時候就是要重新做點事情 不要光是等 我們現在要把 那個牛肚的相當一種定律 我們上禮拜講的 上禮拜講的第一個是 關鍵定律對不對 什麼是關鍵定律 就是要往前溜 是不是往後溜 你可以舉一個 簡單的關鍵定律的定義 關鍵定律的定義 定義喔 不要講地址定義 如果物體不受外力作用 或是受外力作用 我們看合力為止 物體必保持 它重點是什麼 合力為止 合力為止 這是我寫數學 你要看 sum h f f代表力 sum h f 代表合 sum h f sum h f sum h f 就是一個集合的意思 集合合起來 這在 我 應該在什麼時候會學到 數列 你不學過數列沒有 數列核 再學數列核 再用得到 你可能會說 k等於1到n 假設是什麼 假設就寫k 這個地址是k1加k2加k3加2 加到kn 把它相加 就是可以這樣寫 這會寫k 等我一下好不好 休息 他名字叫什麼 他叫做 他前面叫什麼 我忘記他這個中 對 我剛剛問他 我忘記他什麼中 他就叫 sum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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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了 su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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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組在一起 等於0 summation F等於0 表示什麼? summation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有個例 有個例 就會不會再跟同步之下 好 然後 合力為0 合力為0 你怎麼看到他合力為0 合力為0 你怎麼看到他合力為0 我們說 外在的條件怎麼看到他合力為0 他保持 因為他認識的很重要 好 保持原來運動動態對不對 保持運動動態 所以這邊有幾個重要的名詞 運動動態 事實上這個東西 我們在講力的時候都講過了 我們在講力的時候都講過了 合力為0 你知道怎麼弄他 什麼意思嗎 就是左右兩邊 力啊 上下左右 力都相等 方向剛好相反的時候 上去力會等一遍 好 運動動態 什麼在運動動態 就是 運動止 喔 等過去一點啦 靜止 靜止是一種運動動態 休業手在回動是一種運動動態 那也是一種運動狀態 那保持運動狀態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運動狀態是一樣的 什麼叫做狀態 運動狀態是一樣的 我一直都要等速度 請問一下 我在運動狀態一個一樣 運動動態一個一樣 等速度 沒有等速度 所以運動狀態 你可以提示什麼 要等速度 要等速度 嘿 有聽見嗎 沒有是保持 整天都運動狀態 保持運動狀態才有等速度 運動狀態 基本上我們在看它的速度喔 Speed喔 我們在講運動狀態是Speed Speed 是速率 速度狀態是Belastic Belastic 這很重要 Speed 跟Belastic 是不一樣的 我如果現在跟你講到 速度是Belastic Belastic 代表沒有方向 所以你講到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 Speed Speed 是速率 速率又沒有方向 所以我這樣不會動 或可能是速率相同 但是運動狀態不同 運動狀態看的就是速度 這樣容易 可是這樣子 我這個手不往這邊 我到這邊都手不往這邊 所以我這樣手在規動的時候 是讓速度是不一樣 因為速度的方向在改變 有沒有 就算是等速率好了 我等速率到規動 我的速度還不一樣 因為有方向在改變 這樣容易嗎 這是怎樣 所以我們來講 第一個 慣性 慣性定律 慣性定律 在講的是 合理會理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固體會保持他原來的運動狀態 事實上也就是運動狀態 講的是速度這件事情 所以速度會變成什麼速度 什麼運動 它會保持 就是等速度 剛剛是合理會理的話 會不會是等速度運動 所以就是怪性定律 大問題 沒有 好 別猜 舉個例子 什麼情況之下會維持等速度運動 靜止不動 對 靜止不動 又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但是是有條件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在 我們在這個地球的環境場 事實上沒有東西在等速度運動 為什麼 因為地球很自動 嗯 所以你現在是 很大的 蛤 在太空中就有可能保持 有可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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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是一種相對的概念 相對的概念 你太空廣地下走的時候 當它四面發光的東西 都沒有在改變的時候 他就覺得 它自己進行怎麼動 但是有相對的東西也知道 我是 我也是一個可能保持運動 所以基本上很難 因為太空中 所有的營地都對你會有直接影響 所有的營地都對你最有影響 就是說你說太陽那麼遠 對你們影響 有影響啊 那營地有影響 所以假設我在 我把地球拿掉了 我人在這裏倒 然後我靜止不動 現在最近我開始往太陽移動 呃 我就開始往太陽移動 因為太陽是吸動的 喔 太陽可以直接到什麼 它有怎麼樣 太陽移動 對 太陽移動 你知道五個營地都在跑 喔 那整個營地都在跑 那整個營地都在跑 譬如說這東西 每個營地都在運動的東西 有好幾個營地都 然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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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時間問題 外形定律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牛營地的運動 它是讓我們把 把一些它觀察到的運動性 然後就整理 好 那什麼叫第二運動定律 第二運動定律 從第一運動定律 疊生 第二運動定律 所以第二運動定律 就只叫第二運動定律 所以第二運動定律 你說第二運動定律 有關係定律 對 第三運動定律 最後用第一運動定律 最後用第一運動定律 對 它這個名稱就是 因為這是牛頓出的一本 叫做 它出的一本書 所以說第一、二、三運動定律 對 它就講這個 first law second law 它就這樣講三個運動定律 那我們後面的人去尊敬牛頓 所以去把它 就是稱叫做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那實際上牛頓只把一些現象做整理 因為在講慣性的時候 那前一輪都講過了 不管是 前面的壓力失誤者 或後面的潛力律 他們都講過慣性 直接牛頓才把整理不違變 第二運動定律 第二運動定律 如果說 合理或違理的話 怎麼樣 則必然只有合理的方式 這樣講這個 加速度 OK 好 加速度 簡單再講 就是 我們的利 如果不等明明的時候 一定有加速度 我這邊寫小的 代表加速度 這可以接受吧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那我現在跟你講 我們會介紹吧 好 我會介紹 你幹 對 這種幹話給我講太多嗎 我問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問你可不可以接受 你這個選擇 第一個我聽不懂 問你可不可以接受 我問你可不可以接受 好 好 欸 代表你可不可以接受 你剛講過了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立的合理 在明明的時候 一定有加速度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實際上這跟剛才說 剛好顛倒 如果合理為禮的時候 一定沒有 加速度 對不對 對 是剛好一樣的道理 沒錯 像第二動電力 跟第一動電力 它有相 有一個關係 所以只要沒有加速度 一定 一定什麼 沒有加速度 一定什麼運動 一定是等速度運動 一定是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對不對 沒有加速度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等速度 這種問題 沒有 沒有什麼 等速度有一些特例 譬如說靜止不動 比較等速度 對不對 靜止不動的速度為0 方向呢 等速度 等 naar 等 他在速度不等於0嗎 這個力量不等 力量可能0 力量可能0可以說是第二運動定律的特律 對不對 這樣子沒有問題 我大反 第二運動定律有特律可不可以這樣加 可以 可以喔 因為速度 你看 速度等於0一定有加速度 對不對 速度不等於0 合力不為0一定有加速度 合力為0一定沒有加速度 合力為0 合力為0 合力 這是合力嗎 現在這個符號是合力 合力 合力為0一定沒有加速度 合力不為0一定有加速度 這是簡單的概念 這加速度跟什麼有關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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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來了我們的定義帝 這邊要定義帝 我們前面在量測地的時候用什麼量測近地的 用什麼量測近地的 用彈簧秤對不對 彈簧可以量力的大小 因為跟什麼 跟力的效應有關 力的效應有一個東西很重要就是什麼 變形 對不對 力的效應可能變形 所以我們用彈簧來測地的 近地的彈簧秤 它破壞了 但現在呢 我們學了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我們就來定義 牛頓就把力做另外一個定義了 這從牛頓開始 所以你們都會看 我一個物體 我吃的力越大的時候 我可以產生越大的加速度 是不是 所以我加速度會跟進成正比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同一個東西 我同一個東西 如果作用在... 作用在相同能力的情況之下 或者是我們想說 想這個想要產生同樣的加速度 想要產生同樣的加速度 一個是小東西 一個是大東西 我想要產生同樣的加速度 哪一個修免比較大的力 大個... 質量或大質量 大質量 大質量修免比較大的力 合不合理 合理 我要推動 推動我 或推動貫層 誰需要重一點 你修免需要推我 所以我們力 會跟你的質量成正比 根據這兩個條件 牛頓是定義的 這個牛頓電動定律 叫FMA 會被定義出來 你看 質量越大 需要更大的力 我要產生更大的加速度 我需要更大的力 沒有 那麼質量是M 把這個放 好 好 質量 所以 最近這樣條件 我定義出 牛頓電動定律 這時候我們就會 有給你另外一個絕對的定義 所以假設我們在空中 看到有固體 當他以加速度的方式前進的時候 我們說這東西有受力 就有受力 這哪個東西 要有加速度 他就有受力 對吧 換個角度想 質量在這邊也有意義 質量變得也有意義 質量是甚麼意義 A...E... 改變力道 不是 質量的意義是甚麼 質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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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 意義 跟意義的 本身的重量 本身的重量 不能這樣講 如果在太空中沒有重量 但質量還是有意義 質量甚麼意義 動員 我們講過了 我們講過了 可惡 好 質量要做甚麼 質量沒有意義 來 超遠 質量的意義是甚麼 對 對 質量是大跟小 代表是不同 每個人不同 每個人不同 代表我們要改變他的難易程度 我們要改變他的運動動態的難易程度 嗯 質量越大了越容易改變 質量越小越容易改變 越小越容易改變 越小越容易改變 這樣懂嗎 這質量很重要 你看 我質量很大 假設質量是1000公斤 好的 1公斤 我試給同能力 兩個強生出來的加速度差幾倍 一千倍 差一千倍啊 是不是 我質量越大了 是不是加速度很小 對啊 我質量很小是加速度比較大一點 對不對 大一千倍 所以我質量的意義就是 我維持慣性的大強 我想要維持慣性的能力有多少 跟質量有關係 這樣就知道意義 這樣就知道意義嗎 我要維持這個慣性 我想要維持更好的慣性狀態 我需要的是 我需要的是 所以 故意丟的 我們是故意的 我們是想要丟他的肚 他丟到這裡 速度不夠快 所以 所以 你在健康哪裡了 所以 你這樣不好 所以你地中不叫了 好 你地中不叫了 他沒有睡覺 你知道嗎 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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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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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知道 維持慣性的大小 跟質量有關係 質量更大的 他又是維持他的慣性大小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上次提供一個例子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去海邊 如果你看那一艘船 那邊 你可以試一下去看那艘船 一艘大的船 像軍艦 他會飄走 推你就是知道 推我不一樣 你推一個大的船 你去推他會不會飄走 他會飄走 所以為什麼船 船停在岸邊 他要綁繩子 再大的船 你要綁繩子 如果很大的船 他要下毛 為什麼要下毛 他不會飄走 因為就算崩在吹 就算輕輕在吹 你看喔 我覺得這個質量非常非常大 我轉一點點力 我是不是可以擋比較入 對啊 加速就是在小 隨著時間都會累積 如果加速是隨著時間越來越大 速度會越來越大 噢 他就速度會越來越大 所以運艦 你沒有把船的飄走 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船一定停下來 要嘛綁繩子 要嘛它要下毛 所以它會越來越快 如果很快 它會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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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越來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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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有個極限 對啦 因為你一路飄到最不對 這會有個極限為什麼 因為通常來講 它在水面上移動的時候 水給它的主力 會跟它速度成正比 所以速度越快 就速度越大 所以速度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它就是兩個相乘 就變合力威脅 所以在中間速度前 它會變合力威脅什麼狀態 它會變合力威脅什麼狀態 噢噢 不一定啊 那你用方向是南方向 不知道這邊在哪裡 好可 所以那我可以想像嗎 可以 可以想像 所以很簡單 假設你在宇宙中 看到有物體 它的質量是1公斤 它質量是1公斤 它現在產生的一個加速度是 每秒每秒2公尺 好 請問它受了多大力 我們就根據牛頓的力 2公尺的力 把質量成這樣加速度 這得到某種力 這種力的單位叫什麼 所以我們換你量定一下牛頓 因為這是牛頓發線 牛頓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我們會很增進牛頓 像是寫N 先寫N 先寫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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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寫小寫N 也可以 它的牛頓 所以說這兩個相乘 1乘2乘2 所以這叫做兩牛頓 它在空中 我就可以知道它收了兩牛頓的力在作用 你知道有沒有提 我覺得可以 可以 好 所以我們舉個例 不要插啦 插這邊 可以 超重點耶 趕快照相就好了 你把課本插完 好 OK 那個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有個物體 跟一個物體 跟一個物體 這兩個物體 擋在光滑的平面上 這兩個是 也不一定的擋 就是貼著 密不可分 也沒有密不可分啦 就是貼著 我現在推這個木頭 假設這是幾公斤 A 好 那其他是什麼 這是兩公斤 嗯 我用 14牛頓的力去推它 請問一下我的加速是多少 7 14乘7 好 好 我可以算 2 2 加速就是 每秒每秒2公斤 對不對 yes 有沒有問題 你滾 怎麼來了 F&MA 對不對 F是17 F是14 A是2 好 看問題 喔 都變大了 OK 那問另外一個問題喔 請問 請問 小木頭 被大木頭 用多大力量推 大木頭用多大力量推小木頭 對大木頭要10 對 2 4 4 對不對 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 因為推大木頭要7 為什麼推大木頭要10 10公斤 為什麼 10牛頓 為什麼要10牛頓的力 為什麼推大木頭要10公斤 從F等於MF推倒出來 好 那我們其實不用管這個 我們現在看小木頭去參小木頭 對 好 小木頭是被大木頭推的 對 對 對 所以小木頭指定是2 對不對 沒錯 指定是M 2 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2 所以小木頭的移動 它用加速度為每秒每月2公斤 加速的運動 它已經被某個力推 這力就成為 4牛頓 那我們知道 小木頭是被大木頭推的 所以 它推的力 所以 這個就是NT 所以用NT 都沒有 都沒關係 你要寫NT 我寫NT 我寫NT 可以嗎 你要寫NT 我寫NT 可以嗎 所受的力 3 3 3 沒有 大 那我們就進入第三個 第三個low 左右定義 反受力 好 不同方向 通知散生 有或是交知 牛頓的第三重定律 供應 另一重來 就是 然後方向相反 然後 方向相反 然後 還有 課本上寫不少 只要寫個東西 那個 彤月很好 他講了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有三個 三個形象 作課本主意 不是 稍微做筆記 做筆記要力拿來做筆記 裡面拿鉛筆稍微解一下 但不要在上面太複雜的塗鴉 以前看過有小 有同學課本上整篇 畫漫畫 你畫小小在角落沒有關係 不要整篇畫漫畫 有的東西是一種 是一種 有些是有趣的 你畫一些簡單的 是OK的 但是你畫到整篇 那基本上我會認為說 教科書事實上都每年都滿新的 在 在我上去奔蘭參觀的時候 聖昌一本教科書 用20年左右 他們會一直傳下去 我就跟鼓鼓板 勵力出來 建議學習 然後我這一點上完 就把書在旁邊塗出來 那明年人再借回來看 這樣比較簡單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因為這是 事實上你待會去 是需要更改的 事實上你看每年都有改版 因為改版他是為了賣錢 他沒有過改版 事實上就改兩次 那所以你就改了 你可能10年要換一次 對啊 那10年換一次就好了 可能20年 太多了 跟我說清楚 在啊 這不是被捏捏捏捏 那不是 誰就找那樣 你看看那邊 是下大禮 大禮 大禮 是下大禮 呦呼 呦呼呼 那我也同樣 那找個地方幫忙 穩居上課 好 好 之後你把這些 剛剛同學講三個 三個現象 第一個是 楊麗相等 就不會 相反方向 他講的是D的大小 對 D的大小相等 然後呢 方向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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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它已經同時消失了 齁 時間是同時的 同時間產生 同時間消失 好 那第四個呢 換 我看第四個 對 好 我們如果都有看到這個東西 誰可以解釋 什麼叫做中逆跟反中逆 我同時間也在飛 就是 你把那個道 對 掉下去 再講一遍 沒事 就如果就是幾個的話 那這樣他就是 他在講 等一下 你再講一遍 就是你抓到那邊跳 跳什麼 跳什麼 先把他抓到那邊跳 跳起來 跳起來 可以走 基本上 這個是因為你抓到那邊跳到之後 你在施力 往下拉 同時你先腳再往上推 所以你往上推的時候 事實上是你往地底下踩 所以踩那個地 那個地會給你的力量往上推 然後同時你手往上拉 所以當然會把你往上推 所以你往上都是來自於 向上的一個反過 所以說你腳會有踩 你手可以拉過去 跟中逆也沒有關係 也是有關係 只是說 你同時間會比較高嗎 會跳得比較高 如果你只靠手 或只靠腳 你的手 跳得高度沒那麼高 可是靠手 這是我 你怎麼幹 只是當 沒有關係 你抓的當幹 同時跳的時候 沒有 我沒有在說同時跳 我沒有在說丟手 他剛剛問的是同時跳 我不能問另外一個 可以 但是你可以等他把問題 這樣看 他問題說 為什麼同時跳 會變得比較高 你如果只用手 請問你的高度 絕對沒有像 絕對沒有像 只有用腳跳來的高 只有手跳得比較爽 只有腳跳稍微高一點點 手腳同時跳得更高 因為我 我人在跳的時候 我如果拉單槓 你看 我腳踩著 我如果用腳的連接這樣 之後 我的地板給你一個反作用力 可是我如果拉單槓 像下拉 單槓 也給你一個反作用力 所以兩個力量 反折到力更大 所以你跳得更好 這樣你請 反作用力 這邊還缺一東西 剛剛仔細講 他推我 跟他推他 這是一個反作用力的概念 力量一定大的消整 他推我多少力 我就反推多少力 方向想把他推我 跟我推他方向跟我相反 同時間才能 他推我的那一瞬間 才我跟他推的力 對吧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 作用在不同位置上 不同的作用 目標齁 什麼意思 這兩個力 作用力 他作用在我身上 反而作用力是我 作用在他身上 你懂嗎 所以這兩個力 可不可以抵消 不能抵消 不能抵消 不能抵消是 我推他 所以他可能往後打 他推我 我可能往這邊倒 所以兩個不推 讓兩個狀態棒 就跌倒了 兩個都跌倒了 因為他的力沒有辦法被抵消 因為他作用在不同的目標上 所以他會被抵消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樣 這個 水 放在桌子上 好 你喜歡這邊 有沒有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 有 沒有 放在桌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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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重力往下 一個支援力往下 重力向下推 桌子給他反作用力 對不對 重力事實上是作用在水杯上 水杯得到重力 就是重力的作用在桌子上 對不對 水杯得到的重力是向下推的 向下推這個桌子 桌子這時候同時會推個力向上 所以他有向上的重力 我們不是說兩個力會比較嗎 對啊 他受的力不是應該向上飛嗎 對啊 他為什麼沒有向上飛 對啊 桌子給他一個推力 他不是向上飛嗎 他為什麼沒有向上飛 因為重力 因為重力 沒有比較大 因為重力 重力跟他不一樣 跟啊 因為何力為0嗎 因為重力跟重力向下的力 這個水杯 他受了一個重力向下 桌面 給那個支撐力向上 我畫成兩塊 因為他是一個分散的 比方說他是一個壓力 他就是這樣 看著力的話向上 所以他這個藍色的地方 黃色可以有五塊鏡 或者是我畫給你一下 這個 黃色支撐力 這有沒有作用在水 這兩個力都是同的作用在水杯上 有啊 是吧 所以這力就可以抵消喔 抵消的話 這個飛就掉了 再講一遍 抵消的話 合力為0 抵消的時候 他就會運送 第一個現象 我們看到 合力為0 如果合力不為0的話 他就會移動 這飛就移動 不是嗎 我們不是回到b 運動頻率 合力 b為0 他才可以維持運動狀態 他不維持 他靜止嘛 他一直都靜止 只要維持他運動狀態 所以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他不會動 合力為0 你說 力的大小 這小的兩邊起到一邊去了 為什麼 喔 力的大小相反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水杯 受著一個重力向下 桌子 馬上這重力是推到布上去 桌子給他一個板 座力向上 所以這杯子 我如果把桌子拿掉的話 這杯子中間是不是要兩個力 第一個力是重力 第二個力是 推力 所以這兩個力有沒有相等 有 一定要相等喔 如果不相等 這會怎麼樣 往下掉 他就會移動 總之他要往哪邊 他就會移動 而且他是用加速度移動 他兩個力負為0 之後 他的加速度就會出現 這樣懂意思嗎 對 像一種加速度 對 有可能啊 所以我們先來講浮力啊 我們來講說 這個東西有一道船 他浮在水面上 對 這個船的質量是m 所以他得到一個重力向下是mg 他得到一個浮力是b 現在浮力跟重力誰比較大 一樣大 一樣大 這觀念一定要有 是一樣大 很多人就說浮力比較大 所以他浮起來 如果浮力比較大會怎麼樣 飛起來 這不是浮起來 是飛起來 懂意思嗎 他會往飛高高 所以這要搞清楚 這觀念很重要 很多人在講這個 就說 我是大浮力比較大 因為他撐在那邊 撐在那邊就是合力為重 懂意思嗎 這就是作用力 反作用力 很簡單 但事實上作用力反作力 在日常生活中 有沒有用到 沒有 都沒有用到嗎 有啊 他丟高的腹膠的時候 有一個 對 對 你打球 打球 你拍 平常打完球 你球在拍肉 希望你有沒有反作力 有 有反作力 不然球會彈起來 對不對 球會彈起來 球落到地板 地板 那球就是他大於你 為什麼他大於你 那球會彈 呃 他會彈他 他大於你 好球會彈起來是誰大於你 球會彈起來 球會彈起來 可以彈掉 可以彈掉 對 下一瞬間 我們剛剛下一瞬間是彈起來 所以這時候他有什麼加速度 向上還是向下 向上的加速度 因為他本來就是向下 下一瞬間那邊向上 所以這時候力沒有平衡啊 請問他是哪兩個力沒有平衡 地板給他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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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誰的力 我給他力 球往下的力 我球往下的力 球往下力什麼力 中力 不是你給他力 這是總力的力 就是我拍下去 對 但是那個力已經在空中力 當你手離開之後 你就沒有給他力了 拍一下球在瞬間 他也沒有力了 真的 他在空中運動 你聽他受什麼力 重力 只受重力 我往下拍 我這時候 手已經離開球了之後 這球受什麼力 沒有力 只受重力 向下 可是地板給他的反對力 比較大 所以他在彈起來 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力 想想的會怎麼樣 他就很帥氣 他就很帥氣 會是因為那個力 動作他就不動了 就粘住 所以我們所有東西 都可以用這些來解釋 多力跟轉動力來解釋 所以這種動作非常多 還有咧 我們在舉起力 還有什麼 你常看到的動作 打球 他就懶敲 拍一拍 拍一拍誰都請他 我都辦法 有時候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其實是那個節奏的問題 就是回到我們 上次我們先生在做那個 做那個 當擺有沒有 我們用筷子去動它之後 就當擺會擺動 可是你的 你的節奏如果跟他不一樣 你看當擺長的跟短的 我如果我的節奏是跟短的像 擺著就會擺 擺著就會擺長又不動 你的拍應該是你的節奏沒有 配合 沒有配合的很好 所以他變得通常彈不起來 你的速度上 他的力量不好被彈掉 彈不起來 但是不容易彈 但是不能按照你 想要他打進去 才會彈你的節奏 你通常是要按照你節奏來運球 才會運得好 好 他有沒有什麼現象 是做一根板重力 哈囉 哈囉 他有什麼是做一根板重力的現象 打休憶嗎 我剛才講的 我打你 你會 你會讓我全頭感受到另外的力出來 然後我全頭被這個力撞到就很痛 OK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證實 證實你可以打牆壁就好 我打休憶喔 打牆壁就可以證實了 你打他就好了 現在我們現在還在使用 現在我們現在在使用 走路是最多的反作力 走路跟最多的反作力 走路跟最多的反作力 什麼關係 哈囉 走路跟最多的反作力 你踩下去的時候這個力會大 我往前走 我是往前走 可是我為什麼往前走 我為什麼往前走 因為 我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這樣的手會走不出去 沒有摩擦力的時候 沒有摩擦力非常好 所以摩擦力可以想像說 我在走的那一瞬間 我靠摩擦力把我卡在地板上 嗯 我往後推的時候 那個力 那個力實際上是往後往前推 所以我腳上是向後推的喔 我腳上是向後推 所以我在向後推的時候 實際上那力推著我前進 他懂得懂嗎 懂 在這時候我們要靠摩擦力綁起來 已經卡在一起 然後這時候我撕力給他的時候 所以什麼時候會打滑 什麼時候會打滑 沒有摩擦力的地方 怎麼那麼多 摩擦力的時候 不是 當我的 你有看過我的車子 突然間加速的時候 那個輪胎 但是不會使用 有沒有 輪胎跑太快的時候 它會形成一個 沒有摩擦力的情況之下 你沒有摩擦力卡不住嘛 卡不住你所撕的力 都是用在輪胎上 地板沒辦法給你往前推的力 所以打滑 就會沒有辦法前進 對不對 對 那這樣甩一尾有什麼概念 甩一尾有什麼概念 甩一尾有什麼概念 那個滴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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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前輪 突然間煞車 他靠面就直撥過去 甩過去 好 所以說你反作力 還有什麼地方會用得到 很多啊 很多 什麼地方啊 很多就舉不住力 欸 那這樣空氣 會跟你有做 當然有啊 空氣跟你都有反 都有反 因為像我這樣會進去 什麼 我像這樣會不會進去 所以你不會感受到 有很多的力量 因為那個 空氣怎麼會 對啊 因為空氣太軟 你可以這樣想像 空氣還好 所以那個 空氣的一個支點 那麼強 打那根本就沒有感覺 因為打牆壁就有感覺了 為什麼打牆壁有感覺 打空氣沒有感覺 因為上面只要打 因為牆壁是硬的 因為你打沙巴 你如果質量很大 你如果質量很大 你打沙巴 你現在如果沒有練好 那個手腕的肌肉不夠的話 打沙巴會扭到喔 我不然你們這個意見 你突然間 快遇是打的時候 手腕怎麼會扭到 就是打在大零 然後你這個就飽了 所以你手沒有痛 第一個是你 沒有維持一個直線的時候 你的手沒有側轉的力量 就打 如果沒有用得很好 手會這樣扭到 很痛嗎 我覺得是這樣 可是你覺得 沒有扭得到還是 對 那如果沒有扭到你力量 可以很直接 打個力量的話 你手牌就會痛 因為沙巴很重 它給你反作力比較大 打空氣沒有感覺 因為空氣很軟 打分了就好了 好 像我們最常運用 作力跟反作力 如果說我們比較 火箭 火箭 火箭就是 好 請問一下 一個火箭 升空的時候 它是 什麼樣的 周力跟反周力原因 它是火 往地上 然後呢 然後呢 地上 橫色 然後呢 它是空氣 所以座力是誰跟誰 座力 座力跟反作力 一定有A跟B 對 A 作用在B身上 所以B 會反推它一個力 對不對 A A是誰 火箭還噴出來還是我 火箭噴到火怎麼樣 是A還是B 是A 然後咧 D板再噴出來的力 地板再噴出來的力 地板再噴出來的力 地板是B 可是地板是B 所以火座在AB身上 火座在地板上 地板給火一個反作力 這噴腦是很氣 是氣體 它真的是氣體 好 所以說是AB 不是這樣的嗎 它AB到底是誰 火箭噴出去的都會噴出來 對 所以誰是A 氣啊 氣是A 好 那B是什麼 B是火 那這樣 B是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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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你飛行地板跟距離之後 你就沒有地板了 然後你就沒有地板 然後你就沒有地板就反作力 所以火箭的飛行 然後火箭就掉下來 火箭的飛行到底誰 誰就在誰身上 想一下 A 你不然就講啊 看 A是誰 A是火 然後B呢 然後它跟氣體 所以火跟氣體 對 所以你的B不是氣體 不是地板 是氣體 它說火箭和那個 火箭燃料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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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產生大量的氣體 對 對啊 產生大量的氣體 對 所有勒 燈氣平衡被排的氣體 而成功屬 之後你反作力可以變成 對啊 所以誰是A成B 所以誰是我 我是A 因為B 就在B身下 對 所以B的板 就會讓火 移動 然後火 火移動跟火箭 се 什麼關係 火移動 火移動跟火箭 火的移動和火箭 火的移動跟火箭 很容易的關係 對 到底誰是A A是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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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是什麼 火 V是火 V是火 是那個火就是一些空氣 高壓空氣 它燃燒的時候產生大量的空氣 它把大量都推出去 因為它各有爆炸 對 裡面有各種爆炸 爆炸產生出很多的氣體 這氣體被推出去 這氣體被推出去的時候 所以我推的是空氣喔 我推的空氣 所以空氣又給我一個反作用力 對阿 推大量的空氣 然後它就推出去 沒有錯 所以我推很大量的空氣 我在推出去的那一剎那 這個 這個每一個氣氛子給我反作用力 所以簡單來講 假如我現在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奴隶一下 我手上一堆鋼筋 我可以把鋼筋很快地推出去 希望我的理數會成定 如果你夠快的話 假設有機關槍嘛 我加在支撐那 機關槍也不夠 會啊 就是會很荒廢啊 所以你知道嗎 為什麼輪船 輪船不能窄很大 輪船展一個箭號 箭號有時候我要按轟的時候 我丟我輪船 輪船上 大盒上面那一個 輪船上有很多箭 很多大號對不對 對 可是我一個向前一個向後 它這是岸邊 我要打的時候 要把它轉向這邊 轉向這邊 這叫按轟 然後按上去 然後按上去 船不夠大 一按後 這個船 就翻過去了 加成說大海號 那時候 這個砲體 就是專門 因為太大 所以很多鑽艦 沒有辦法 對 它那個砲太大了 所以你必須有足夠大的船 來支撐它 不然的話 你在打的時候 就不能空之間打 你要分太大 可是修益 它不是同 反方向嗎 對 那時候它這樣 砲 平行打出去 對 那時候它不是 立應該是平行往後 等一下 不是平行往後 並不會進行到 那我不可以拿 就是 你的主力是不是 你的主力是不是 在下面 對 我的砲在上面 對 所以往上推的時候 我想往後 可是我下面有主力 我不能順時往後 所以船就翻 可是它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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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上來是嗎 沒有 所以 所以基本上 你在 你在這船的夾板 這是船的幾步 我這是船的 這個在船 在這個海邊上 我靠往那邊打 我的板就是往那邊推 對 可是這沒有主力啊 好 所以主力往那邊推的時候 它就形成一個 旋轉 我們在後面才會講 旋轉 它就旋轉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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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力量太大 我們就翻過去了 所以不然來講 這個砲也不能太大 是這樣 所以這是旋轉 好 所以 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綜合併用 我們把三大英雄併用 作為簡單的併用 有一天 某太空卵 太空人 太空人 他在做 那個 做這個叫做什麼 做這個叫做太空漫步的時光 好 沒有牽線 對啊 不放鬆 帶一條線 對 他要死掉了 好 不小心線斷掉了 他在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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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蛋了 因為還是斷掉了 然後呢 他開始慢慢的向外飄 這個時候 他飄速度非常慢 但是就是 距離大概是50公尺 我應該很猜到50公尺 這距離是50公尺 好 那他的質量是 60公斤好了 他在攝影 因為他手上才攝影機 好 請問一下 蛤 蛤 我把攝影機往後 這個手非常聰明 所以他最簡單的方式 把攝影機往後去 對不對 他才丟進去的時候 是不是就跟他一開始的第一半 最後一開始往後推 好 假設他Till Stay 這個時間 時間 時間 好 他需要的時間是 是 是 4 我想想看 沒有 我如果用時間的話 這是高中的問題 沒錯嘛 所以我要減輕一個 比較簡單的做法 假設這個 攝影機的質量是 1公斤 1公斤 好 我可以推 最大的力氣 是 30牛頓 欸 像10牛頓 100牛頓 好 好 我可以施的力氣 100牛頓 請問一下 我多久可以回到 拍空房 2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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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 2個月 所以你可以 你抓到繩子 我一定覺得 沒有 如果你抓到 如果你抓到繩子 你就可以爬了 對啊 但是 無限的可以抓到繩子 說不定他還沒有漂遠 你跟三個門具有什麼東西啊 如果是我是你的話 我如果是太空人 對嘛 你在那邊我也是 你抓到繩子 我通常可以神奇 因為神在太空人在飄的 所以你很難算 但是我如果看到太空裝在這邊 我應該是往太空裝發向前進 因為目標比較大 要穩定 所以 通常 如果你要去外面外拍的話 你不要選擇 你會有太空裝 太空裝有一個短暫的最輕輕的 不見得會有喔 通常會有 通常會有 對 不見得會有 不見得會有 有時候你只是簡單的外面 外面前進的話 你就用一個繩子而已 就用一個繩子而已 高級的 對 那你要分的 有時候是讓 那也要經過訓練 你訓練不好 事實上有分的 你還是會先幫你俩繩子 讓你訓練 你分那個氣 分得很穩定的時候 你也很清楚控制 因為 事實上你在地球上 你很難訓練 你沒有適當那個 適當那個 有啊 我以為就去過五公斤 我也去過 真的假的 他這也是NASA工作人員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有經過五重力超 我不知道 然後他說一進去就開始反擊 不會吧 五重力超他那個 那一艘飛機 你要先被他派工 才能掉下來 他是進第九次造的 九重力超 第九次造 五重力超 就NASA做的五重力超 不可能啊 我沒聽過耶 你跟Pory討論 OKOK 好 我做不動 在地表上怎麼做不動 在地表上怎麼做不動 你都大摩層嗎 有啊 那大摩層可以做過啊 不是啦 大摩層 喔 那大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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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五重力狀態可以是磁力之類的 你去跟Pory討論嘛 你那邊兇摩摩的幹 對啊 這個 這個 我應該在擋 他能 OK 有嗎 沒被揍過 好 這個 這個東西有 可以想一下 好不好 先打個 媽 學 媽 就分 就分 看你沒打到贏 剛才你今天彈到我吧 這個問題 比較 好